尽管我国以循序、废除和修订超过1000条在1969年之前制定的法令 但是政府还会在研究另外的164项法令是否还适用 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的首相署部长纳多斯里·阿沙利纳指出 政府需要进一步研究以确保我国的法律框架符合现代法律的需求 1486案件中在国会下议院为部门总结2025年供应法案实说 在这164项法令中有84项需要修订 而另外80项则会交由总检察署做进一步研究 他指出随着政府已经废除或是修订了1717项法律 因此3203项于1969年之前制定的法律无需再做调整 政府会废除过时的法律或是交由相关政府部门和机构来制定全新的法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